没有耗置的路口 一辆乡型车跟一台双载机车行驶到路中间 发生碰撞 谋涅撞击 导致安全帽 当场喷掉 机车上两人摔车 整台机车倒过来立在马路正中央 驾驶发现传货 赶紧下车 整台机车像是肋脚一样 后照镜断掉 菜篮也撞到变形 乡型车驾驶坐车门 板金凹陷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河错街跟甘州街口 这个月7号早上8点多 现场是一个没有耗置的路口 当时有个骑士发现响行车要通过 有减慢速度 不过无信女骑士骑机车载着小朋友 疑似没有发现有车要经过继续执行 结果不慎跟响行车酿成擦状 骑士跟小朋友两人身上多处擦错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那么初步调查双方都没有酒驾 不过肇事责任归属 还有待进一步离期